LEO 了世紀 天天的故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越南人對上瑪雅人 這場比賽是公寓杯的阿拉伯地圖 公寓杯現在是來到了預選賽 已經刷掉了蠻多人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場遇到了MBL 對上馬姑姑霸國 年輕選手 但是我覺得馬姑姑最近 他的狀況有點不太好 從去年到現在 總體馬姑姑的節奏 沒有到非常好的狀態 但是這場遇到了MBL 我們就來看一下他遇到了頂尖高手MBL 會發生什麼事情 MBL他現在是已經加入TAG 所以可以看到他的名字 TAG有在前面 MBL這場是選到了越南人 我們來看一下越南人的特性 他的工兵單位是有血量加成的 射箭場單位 不然你是要出帝王戰寶 馬宮 牆弩 都有血量加成 其實不錯的 他走馬宮也是ok的 也有品種跟蹤技術 那越南人他的槍兵路線也是ok的 都是可以正常出 也有三防 雖然沒有三攻有點可惜 那他的大象呢 是可以成為血量最多的大象文明 等一下這個恰特拉傘 血量可以高達420滴血 那這個公寵盃的比賽呢 有個特點 他的規則裡面 有規定說不能使用原地戰崗巡邏 看這個打法已經被一些比賽給禁止使用了 好像是有點平衡破壞的感覺 所以其實不太希望太多人使用這個方式 所以之前HERA使用有一定戰崗巡邏 然後在紅牛被拿到了冠軍 這件事情大家可能會有覺得 喔他用了一些方法 那個拿到冠軍 但我覺得這也不是因為他用這個方法 才贏到冠軍就是了 那整體來說 這個打法大家還是謹慎學習 謹慎學習 太依賴這一招不會讓自己變得更強 只會讓自己 會太過度依賴這一招 然後停止自己的這個練習強度 還有這個進步的程度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麻姑姑選擇到的是瑪雅人 那瑪雅人的特色呢 是開局或多給一村 所以開局時會給這個 通常會按織布技術 但是這場是公寓盃的關係 所以開局阿拉伯就有兩個蒙古包 所以是不會斷村的 所以通常瑪雅人喔 在玩這個地圖的時候 玩個中國阿瑪雅阿 或是哥德人之類的阿 其實都還算不錯的喔 但是哥德人的話可能就還好阿 那我覺得瑪姑這邊選瑪雅人比較有趣一點阿 好 那瑪雅人呢 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是工兵路線 他的工兵路線的價格都很便宜喔 那他後期呢可以考慮打這個白血老鷹 老鷹是血量最多的文明阿 等一下這黃金國 那就算真的沒有辦法打 黃金幣強奴或是羽毛尖射手 也可以考慮打這個 胡爾切爾持毛兵 讓自己的戰毛變成散彈戰毛 其實威力也是蠻強大的喔 那瑪雅人的打法比較偏向 工兵路線跟老鷹路線 前期阿拉伯是很適合打棒棒開局的 那現在瑪姑姑沒有打算打棒棒開局的樣子喔 直接選擇了一個工兵開 或者是老鷹工兵開 也是有可能考慮的 瑪雅人在前期的壓制力是比較強大一點的 那瑪雅人他打法還是要偏向自己打老鷹跟羽毛射手 或者是打工兵路線會比較適合一點喔 那來看一下地圖的部分喔 那目前地圖看起來兩偏附近的位置喔 比較尷尬的地方是都有點偏靠MBL的位置喔 那瑪姑姑這邊的黃金位置也不算到太差 但是他沒有完全圍出去 這就有點危險喔 這裡甚至讓MBL有一個踩高地的機會 我覺得瑪姑姑有點為家小失誤喔 那瑪姑姑雖然他也是高手喔 但是在一些細節上處理喔 瑪姑姑可能經驗不是那麼的夠喔 或者是他的一些細節方面處理的不像其他的職業選手這麼的好 所以他最近的成績喔 也不是好到哪裡去的感覺喔 稍微有點可惜喔 只是像我還覺得 哇 一年前的覺得瑪姑姑 這個勢頭好像有點什麼 結果呢 看來頂尖選手還是頂尖選手喔 MBL這邊溜老鷹 把瑪姑姑的老鷹給溜死 落馬開局 那對方MBL打落馬開局 槍斃就一定要按喔 一定要多按點槍斃 空間手也要趕快要開始按了 那MBL這邊的黃金位置其實還不算差 有一個在上面的位置 一個在後面喔 這個地圖的黃金位置喔 比瑪姑姑好上一些喔 但是主進的位置相當尷尬 外面沒有地方可以圍阿 所以如果要圍的話 只能稍微圍出來一點 一個V陣往上圍 好圍圍家 那目前看起來 蠻烏烏烏的打法 還是比較偏向於工兵路線喔 那越南人 MBL 也是工兵文明 那在這個比賽裡面喔 可以看到工兵文明對手 甚至少見 少見 因為現在的玩家 還是比較喜歡玩馬國 工兵文明其實對手 不是那麼的常見的喔 大部分還是看到馬國對眾的情況會比較多一點喔 好 再離開一下 好 工兵騷擾牧區 稍微射一下 但是戰毛兵來了 MBL 打算為家 畢竟這是個正式比賽喔 正式比賽 打得越好獎金就越多 這是身為職業選手 需要注意的事情喔 就是要特別細心處理這場比賽 好 果然要圍出來一點 但是還補了一個劍塔 MBL 打得非常的謹慎喔 沒有要偷金技阿 沒有要偷這根劍塔 通常有些玩家會覺得 喔 這個金很爛 我就圍出去就好了 我不用插劍塔 MBL是先插了劍塔 打得最保守 而且全部的兵都在家裡防守 就是怕一波衝進來 直接把一波自己給嘟爛 好 那MBL這一波我覺得 這個就是 選手上的經驗差異喔 MBL這一把打得我覺得是 打出了自己的 風格 跟身價 哈哈 這個真的是很細節 這個不得不講 這個真的很細節 因為通常職業選手 會對於 插這根劍塔 會有所抵觸喔 因為你插這根劍塔 就意味著你到了城堡時代 一定要挖石頭 才可以蓋城鎮中心 不然就是只能靠買石頭的方式 去補出城鎮中心來 對於這些經濟的發展來說 並不是這麼的優秀喔 所以我覺得MBL這邊是蠻果斷的 寧願打穩 虧經濟 也不要被一波衝爆 好 這一波瑪雅人 工兵很便宜 存了很多工兵了 哇 這一波可能會直接打死MBL嗎 好 工兵鎧甲點下 馬姑姑 工兵往前A 以及工兵鎧甲往後點 馬姑姑準備要變身二級射 弩兵 好 但是有劍塔 看到劍塔之後 哎呀 馬姑姑果然慫了 哎呀有劍塔 糟糕 趕快撤趕快撤 好 MBL 如果要的話 這邊最好是在補個城門 會比較好 不然這邊 門庫大開喔 隨時被溜個老鷹進來 生活就無法治理了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特別的小心喔 那蠻好的人的老鷹呢 到了城堡時代 攻擊力會變成7點 所以這個傷害 要是被他溜進來 跟被溜清洗兵進來 卡你的頭 沒什麼兩樣 所以這一波MBL要小心 這個墓序要被射穿 但是騎士按了出來 MBL是選擇了先點出了戰毛兵 那二級的工兵踩甲 二級射 也要先趕快優先點下 會比較好 但是這邊是選擇了走馬功路線喔 走馬功路線的話 又要出戰毛兵 可能會搶慘人喔 先暫時用戰毛兵擋一下 往前走 好 騎士往前推 好 戰毛兵擋出這個洞 不要讓老鷹們回家 就OK了 但是老鷹也沒有打出要空的意思 馬功路這一波老鷹直接送光 OK送光之後 MBL現在是一個很好的狀態喔 戰毛兵壓制的很好 這裡再重新補一下木牆嗎 不打算補房子嗎 好MBL這邊已經點下了首推車喔 越南人的特性的經濟科技喔 研發速度是兩倍啊 所以越早點下越賺喔 而且他的這個經濟呢 是不需要食物的 不需要木材的 講錯喔 只需要食物就可以研發喔 省下非常多的木頭喔 這對於越南人的經濟增長 是非常非常快速的一個選項喔 那越南人呢他的打法 還是比較偏向攻兵路線 騎兵路線 說是堪用喔 堪用 但是遇到對方攻兵的情況下 騎士還是能出的喔 城堡時代是正常的二攻二防喔 好現在MBL點下了二級射 投石車現在給壓力 越南人打 投石車有個問題喔 就是沒有救贖思想喔 所以現在要點的話 就算想點也點不了 只能用投車護頭 或是用騎士去硬解 那這邊有沒有點馬鎧 就是顯得很重要 MBL這邊 直接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防止對方投石車過來壓制 這個也是細節 要拍了工程器製造所 通常對方也不會太大膽 直接往上 臉上A上去 MBL後面有一些馬功 多險騷擾 要分散一下馬咕咕的注意力 好現在這些村民 在前線挖礦 這個地方可以看到MBL 應該是能騷擾到這個礦區的喔 但是MBL好像直接溜過去了 好最近要直接破這個後門 來嘗試看看 好MBL現在是騎士加馬功 全黃金兵的組合 連這個肉馬都想出 好 今天就算是出公兵 出肉馬可能會被射破 好 瑪雅人工兵拉回家也防守 現在兩邊3TC互相開弄 好這個黃金怕被射 拉回去 蓋個房子 但是MBL沒有打算要騷擾 好那現在看起來馬姑姑 要被壓制囉 第一時間頭毛幹掉了生女 對於 MBL現在 弓箭鎧甲也已經點下了 那現在2級的弓箭鎧甲點下之後 馬姑姑要正面打的話 就會稍微難打一點 但還好 弓兵本來就克制馬功 所以這個馬功 暫時應該不會有問題 問題是 戰毛兵要趕快拉回來 還有投資車拍一下 嗚 馬姑姑這邊有點驚險 那現在馬姑姑要打贏的話 那最後的辦法就是轉出投資車或輪胖 繼續壓制MBL這邊騷擾部隊 用正面的工兵對打 其實不太明智 戰毛兵還是有點麻煩 在這個時間點 老鷹出場 還需要點下2級的步兵鎧甲 正面遇到其次的部隊的話 也很難打得贏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投資來說 MBL繼續給壓力就行 那馬姑姑這邊則是要試情況 轉出老鷹 老鷹2級的步兵鎧甲點下 才有可能守得住這波MBL的前線壓制 這波投車互砸 砸死了一村 神里招向騎士 騎士應該是能 躲下來 投車想要拍生女 結果生女直接拉走 成功吸引掉了投車互砸的機會 但左邊投車又過來 結果MBL的三台投車都被拿下 這一波MBL 虧爛了 哇 馬姑姑投死車 打得真的還不錯 還不錯 三台投車拿下 這個很大碗 MBL突然變成超烈士 趕快又補了一工程器製造所 趕快雙BK按投車 哇他覺得現在不妙 要是對方投車壓過來 生活就無法治理了 趕快按趕快按 好現在MBL要做的事情就是 繼續按馬功跟投死車 結果這個投車直接拍蛋 MBL的馬功還有投死車 MBL這一波前面有點炸裂 怎麼辦 看起來MBL 有點抖了 而且 要來壓寶了 那人在打破了一波 自己的投車公司之後 想過來壓城堡 但是MBL也很機靈 馬上就補了一根城堡 在左側的位置 馬姑姑看到你在蓋寶 投車我就不客氣了 投車把費 我要過來壓 你來蓋寶 我知道 但是我沒兵力 可以克制你 雖然我蓋了雙DK 防守 但是依舊有點難打 好投車又拍了一下 三隻戰毛直接倒地 現在這根城堡可能會被蓋起來 MBL這根城堡要放棄了嗎 如果放棄的話 家裡就會很難受 好 但是這邊要看一下投死車的結果 要是投死車可以打出漂亮的戰績的話 這個戰果 那可能這根城堡就不用取消 但看起來是需要取消 這工兵太多了 感覺 有點難 用投死車要解掉對方的投車 還要解掉工兵 在有幸的時間內 要解決掉不太可能 好 馬姑姑這波前壓壓得很漂亮 好 家裡趕快重新補下城堡 邁亞人已經點下了帝王時代了 抽元素 現在是103村隊的89層 MBL稍微劣勢的狀態 好 現在兩個工程器製造所 可能沒有辦法做到事情了 越南人勝到帝王時代 遇到這個情況 又要趕快做一件事情 就是轉火炮 轉火炮 所以這邊應該是會先走到帝王 才會繼續開戰 這一波應該就是 我壓你壓我巨頭出來 先拆你城堡 的一個走向 那馬姑姑這邊的重點是 要趕快把這個城堡先拿下來 才會比較好 這根投死車 趕快打 趕快打 好 外側的部分 被我蓋了一個新的城堡 那這個城堡有機會嗎 看一下馬姑姑這一波的工兵操作 往前點 沒有彈道學 只是往前貼 才會測得比較準 好 往前貼 但是看到城堡已經快要蓋好 選擇拉走 看到你這裡又有一個新的城堡 那我這裡再補一根 你補一根 我補一根 好 跟住 跟你的城堡 我也跟你的 你也跟我的 好 那現在城堡時代 已經要結束了 來到了帝王時代 拉姑姑 邁亞人 點下了手錐車 戰毛病的升級 還有三級色 攻兵鎧甲 就是沒有升強弩的升級 現在應該是要把全部的木頭 投資給巨型投資機了 現在木頭有點極限 OK 全部留給巨頭 MBL 正面打不贏的關係 開始多線 這裡有稍微抓到幾隻村民 還不錯 我殺了兩村 這裡騰甲公直接走了過來 掰掰 好 MBL 馬上升到帝王時代 點了化學 火砲是他這一把的關鍵 但是 蠻有人知道你來我家燒了 我也去你家弄 你弄我我弄你 大家互相傷害 但是 麻布露現在的巨型投資機 數量有優勢 他上帝王時代比較早 但是 家裡這一波已經被弄到生活 很難受了 村民一直被迫收村 沒有辦法正常的採集資源 這一波MBL有稍微打回來 但是MBL好像沒有看到這塊主金 這塊主金過來上高地射一下 就可以射穿這個黃金櫃子了 好 MBL家裡現在是 非常混亂的狀態 瑪雅已經三巨頭 開始了 中城 這是MBL 這裡也是三材巨頭 好 雖然間的火砲 現在還在生產 以戰地戰來說的話 瑪雅人 是會輸給越南人的 好 這一波工兵走進來 瑪雅人 被射了回去 瑪雅人到這個階段時候 要趕快轉老鷹才對 遇到這盤子工兵的情況下 走老鷹喔 通常不會太虧 就算這方轉出騎士來 還可以繼續回去 打 強武 或是羽毛進射手 這個都是可以考慮的 或是直接轉大強兵也行啊 好 火砲一出來之後 瑪雅有點扛不住 巨頭拿下 城堡也倒了 那上面這個城堡也被拆除 瑪雅直接連環損失了兩棟城堡 瑪雅在這邊的工程細節 沒有處理得當喔 反而是先生地龍時代 愛了巨頭之後 沒有轉老鷹 而是選擇了 的工兵路線喔 這是我覺得 支持他經驗不足的地方 通常你選擇了戰毛兵 就意味著你想要跟他對 對工兵 但這個情況下的話 轉兵的話優勢會更大一點 你的老鷹呢 也可以上去直接手撕巨型頭司機 但是你的工兵戰毛兵是不行的 但剛剛那個情況下 要按出那麼多的巨頭 又要再去補老鷹的升級 其實也是蠻極限的喔 那現在看起來 老鷹的升級也是沒有提升 看起來蠻好人 是想要直接走工兵打到底了嗎 看來還是得轉老鷹路線了 這邊戰毛兵 有稍微抵抗一下 這邊的部隊騷擾 但是戰毛兵有點打不太贏 MBL還沒有點工兵科技 三級射跟三級的工兵鎧甲 還沒有點 雖然現在有升級的帝王戰毛 但是還沒有升防護力 還是會被射穿喔 好現在MBL四台巨頭 直接往前壓 手撕城鎮中心 現在馬姑姑家裡的黃金有點極限 黃金的位置在這個位置 只要這個工程器製造所被打掉 就危險了 戰毛兵可以進去裡面的長驅直路 馬姑姑這邊點下的護衛技術 老鷹點下 但是黃金國可能要找個機會優先點喔 不然可能會直接被一波帶走喔 馬姑姑這邊還點了一個三級的工兵鎧甲 工兵對打的情況下 馬亞人沒有點下銀罐 散彈戰毛沒有點出來 那就有點可惜了 MBL這裡三級的工兵鎧甲也點下了 兩邊工兵褲丟 投石車直接被手撕 火炮回頭打一炮 這一波馬姑直接被射穿 劇情投石機 直接拆掉裡面的城鎧東西 藤甲直接走到田裡面 但是這邊戰毛即時防守問題不大 老鷹的部分 三級的步兵鎧甲還沒有提升上去 看起來馬姑姑可能會一波帶走嗎 不轉兵就會很尷尬 這個遊戲一定要多多轉兵 才可以打出自己的優勢來 但是MBL這邊的騰甲弓 這個集結點有點一直送一直爽啊 怎麼一直往前送 終於看到了 好拉個聰明過來手撕巨頭 哇這個是一個突如其來的患家嗎 好但是順利拿下一台巨頭 聰明的老鷹過來先戳騰甲弓 好三級的步兵鎧甲也點下了 瑪雅人現在只差一個黃金國 基本上老鷹就可以成型喔 還有精銳老鷹還沒有點是不是 哇還沒有點 現在沒那麼多資源可以點 但是現在還是要想個辦法轉出來 OK買賣一波賣了一堆石頭 換一堆黃金買了一些食物 點下精銳英勇士了 但是MBL家裡金晶已經穩住了 現在家裡被騷擾的就只有馬姑姑 現在肉過去的也不是那麼的穩定 那會老鷹出來 雖然可以稍微逆轉一下這一把的戰主 但是黃金國如果還是沒有登場 那對於馬姑姑來說 後續的攻勢還是會受到阻擾喔 那越南人遇到老鷹的情況下 可以轉出劍兵勇士 或是轉出大象 或是騎士路線喔 都是OK的 那就來看一下MBL要怎麼轉兵呢 這邊轉兵 要想一下 大量來衣已經衝過來了喔 現在老鷹登場 戰毛兵巨頭火炮全部扛不住 哇直接貫穿 這些老鷹直接手撕 MBL要被翻盤了嗎 這裡已經打進去一波 結果好像快要扛不住 老鷹開始發威了 哇哇哇這個老鷹爆出來了 爆出來了 怎麼辦 要是再被點下黃金國 MBL會很難受 但是瑪雅人經濟也是有點糟糕 我們就要來看MBL要選擇工兵 而且要選擇步兵還是騎兵 看起來還是騎兵啦 步兵的路問題還是走得慢 而且 越南人的步兵喔 沒有這個三級弓 而且他有問題也沒有軟甲 這一種步兵路線遇到工兵果 確實是會有點難受 所以MBL選擇騎兵路線 覺得還是比較OK一點 那這邊可以稍微先打個輕騎兵 再考慮要不要轉凍裝騎士喔 那我是覺得現在只能轉凍裝騎士啦 這個血漿會比輕騎兵更好一點 那黃金的位置 野礦部分 MBL一定要先奪取下來 然後有可能去打一堆凍裝騎士 把對方給餓死 那現在瑪雅人 還在努力爆老鷹 那金箔依舊還沒有點下喔 好 MBL點下了二級 馬凱 現在慢慢轉型成功 只要痛住了這兩塊眼睛 應該就穩了 好 蠻雅人在後面 繼續殺牢 這一波老鷹 已經做到了很多事情 正面的巨型偷視機跟火炮 要小心囉 這裡無人防守 好 老鷹飛了過來 哇 巨頭 火炮全吃 馬雅人 要翻盤了嗎 騎士3-3來遲 快來擋 這個巨頭 跟火炮被吃了兩台三台 MBL有點炸裂 哇 這台要被拿下就很虧了 好這邊一個高打低 稍微反擊一下 三角攻堅手 這邊是有金隊版本的 7加4傷害 但這邊戰毛病的數量是真的多 好 但是金銀罐還沒有點下 好 拿過物的資源已經用盡 所有的資源 去擋這一波 那MBL現在的防守重點是要在下面 這裡附近的位置 但正面怎麼騎士直接走進去 開A了呢 這裡仗著自己有城堡的優勢 對方沒城堡 騎士直接走進去 要一波帶走馬姑姑的經濟 下面的野精已經不管了 現在就是一波騎士帶走你 砍救完事了 不用去想其他有的沒的 趕快出騎士 一直A 哇靠這個騎士抓了很多村民 馬姑姑的村民已經掉到剩下 八七村不能再多了 完蛋了完蛋了 哇這一波真的是要沒了 馬姑姑的經濟已經炸裂 但是下面的野礦也有成功騷擾到 但是MBL也沒有放棄下面的野礦防守 只要黃金不掉我就不會輸 這個觀念相當好 馬姑姑這邊的防守重點已經不是只有上面了 連下面也要守 現在到處都在燒 馬姑姑可能要涼了 這波騎士MBL溜得非常好 四處都有騎士 馬姑姑直接打出了GG MBL展出了重裝騎士 一波帶走馬姑姑 我們恭喜MBL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這一波MBL 攻兵之後轉騎士的路線 哇這個打得很是不錯的喔 那前面這裡是有點輕敵的喔 這裡三台巨頭跟一台火炮 最後被抓掉了只剩下一台巨頭 這個有點太想要 好趕快輸出了 沒有等騎士出來再架起來 但沒有關係喔 結局還是OK的喔 那剛才看起來MBL經濟還是比較穩一點的 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MBL是贏了大約5000多的資源喔 整體看起來MBL還算是比較穩定的 馬姑姑這邊直接一波倒 那馬姑姑這邊前面的壓寶策率也是相當的好 但後面的轉兵成型喔 處理的細節並不是好 並不是那麼的好喔 先點了一些工兵鎧甲 但是很需要的東西卻是步兵單位 這個老鷹喔 但是老鷹卻沒有及時轉出黃金果 通常瑪雅好像也就沒救了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小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